词曲 李宗盛 我脸庞 有你热唱快乐不打扬 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粉糖 比漫画还要跟漫画的日常 欢喜悲伤 复刻生活的模样 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哈地都会出现 抱紧我转圈圈 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 属于回忆的梦一片 走在一阵阵凉起的那街 轮换整个世界 爹 啊 我抓到了 рыв 大事 词 不要 Zither Harp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记拿资料了 顺便给你买了早餐 我 健身呢 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 才是意外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难道非得撞到南墙 变成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 好 进了 顾总 这个是林盛先生 帮您点的水果还有零食 今天点的吗 不是 前几天林盛先生 为您预定了 易发购的包年服务 按时按点为您提供 专属零食和水果 并制定出了 整整一年的便利贴留言 工作人員 辛苦你了 你不下去吧 我一定好好工作 我們下次再見 進來 郭董 這個是昨天的報表 好 今天盛總會來嗎 沒有來 正好要跟您說 盛总之前 让我把这个 企业宣传方案交给你 这些照片 什么时候拍的 这些啊 都是盛总亲自拍的 而且盛总啊 还特意交代我们 千万别让您知道 怕影响您的工作 好 我知道了 等我敲听好内容 再跟你说 好的 您先忙 不敢把自己设定 皇总看得很快啊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林总说笑了 你的能力在业内 谁不知道啊 你能找我合作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啊还巴不得多投点钱 林总在电商峰会 这么盛大的场合 发布零销计划 那时候肯定是 万众瞩目的焦点 接下来就期待那位的表现 感谢新人 放心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是当然 合作愉快 请问林总 听说妞威在新的项目上 已经取得融资 这是真的吗 没错 在妞威还没有公布的 一个项目上 第一轮融资就达到了十亿 当中包括物流 地产 互联网等数百兼融付齐 因为新项目 将会促进各况发展 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 让股东们得到 丰厚的会访 对 我开心你了 你怎么来了 想你我就来了 我给你带了便当 要不要看看 你做我这么可爱我都舍不得吃了 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 我就给你奖励 因为我有独家秘籍 从哪儿学了 从哪儿学了 小姐 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 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 我明明没有放醋 但是有的人呢好像还吃了非醋 为什么呢 不要不开心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季家务流仓 凌霄计划 看起来好高级好便捷 他就是我成立牛尾的初衷 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用真正的客气 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现 你这个想法好棒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但如今它又发布了 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 林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 为之奋斗的目标的 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 而且做得这么的好 你就是幸运心本心啊 所以呢 你什么都不要想 大胆地做就好了 大不了我养你 那我就靠你养我了 好 林总 您看一下这个 我们故事集团正在重新考量B2C字 同时我们也在重塑我们的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 我们以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 率先在国内注册 运行我们的物质家物流仓业 提出的安行计划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 这个安行计划 无论是从营销手段还是主要技术 都过我们的零销计划如出一轴 零销计划那边有什么东西啊 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始撤资了 召开紧急会议 启动一级预警方案 顾总 安行计划发布以后 故事股票强势飙升 收盘涨超百分之二十 咱们驿站也能跟着会议 他已经下了一波险棋了 就看接下来的成效能不能带到密切 截止昨天到今天 我们已经亏损了两个亿 我们旗下的公司二十多家面临倒闭 目前形势比较紧张 这是我们的股票 从二零一五年到现在的最低低估计 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大规模退单 包括王总在内 有很多投资方选择了撤资 连续集团的股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 看样子大事不妙啊 是啊 那一夜之间 投资方撤资了十几个夜 现在股价暴动太可怕了 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 这次是因为你针对凌消计划的错误判断 和风险管理不断 至公司出现重大损失 经集团董事会决定 暂时扯销你牛尾的管理权 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 而不得已做出个具体 会后股东会有权限制你公司的邮箱 服务器权限 出物权限 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 牛尾还没有到无力回签的地方 你们就让我舍弃牛尾自封 这是老爷子的指定吗 不 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原因 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 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目前 将你风险的最好办法 林总 这次是你家爱的 这次是你家爱的 这到底是谁干的 你先别着急啊 我先登一个小号给你下场反击 这么多的攻击一片一片回 是回不了的 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黑子的源头和目的 那源头搞不好就是 就是故事呗 毕竟现在林家倒台 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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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我们先回公司吧 林总 林总 我们先回公司吧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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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过来 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 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 想等你一起睡 对不起啊 我最近太忙了 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 我就是太忙了 真的没有吗 你都瘦了一圈了 放心吧 真的没事 那你去泡个澡吧 早点睡 好 那源头搞不好就是 就是故事呗 毕竟现在林家早来 他们是最大的收益方案 哥 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 候鸟咖啡厅 好 到时候见 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 哥 哥 你真的在攻击牛尾吗 你是为了她才出来见我的 说实话是的 我是很想搞垮牛尾 如果不是她的话 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 不择手段的人 不择手 暗欣 我不要你这种相信 你这种相信 已经让我痛得太久了 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好吗 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哥 这是两码事 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 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 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 我的哥哥 仅此而已 不要再跟林月斗了 安西 若子无悔 林月现在的局面 只能怪她自己判断失误 怪不得别人 你怪不得别人 不得别人 既然如此 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 最后变成一个 连自己都不认识的女 我走了 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 只要他需要你 你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是吧 那你有没有想吗 我也需要你 对不起啊哥 我现在有点蒙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 我不能给你幸福啊 我也警告你 安心是我的女 我来负责 我来负责 林月 因为我现在的局面 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我知道你说了不好说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不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 安心真的去场里了 不用跟我装傻 林月 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 你赢不了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你要解释什么 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 哥 走 一飞 这位林总 口口说说说要敬礼 是无中生有 还是欲盖余章你自己信不清楚的好吗 你再让他受伤一次 我会把他抢回来 我会把他抢回来 让我们请出刚刚推出安心计划的 顾氏集团首席顾安生先生 为我们介绍这个计划 好 诸位 相信已经在各大媒体上看到了 有关我们安心计划的一切 关于这个项目的优势和特点 我就不在此追溯 我现在能说的只是 留给大家的投资空间已经不大了 很快 顾氏集团就会成为 国内电商品牌里 最大的公司 顾氏好大的口气啊 林玥 他怎么来了 我说是自封锅让牛尾极以可为 可人看他不像你会写的样子 这 那有什么反转 小顾总 果然和顾氏集团一贯以来沉闷的风格 大相径庭 佩服 别担心 我今天来是觉得牛尾的创新理念 和顾氏5G物流仓规划如初一整 我们牛尾将会全力支持故事集团的安行计划 并展开线上和线下的全方位合作 请问林总 你的意思是 牛尾会放弃自己正在开发的5G家项目 而投资故事旗下的同类型项目吗 之前传闻说牛尾会起诉故事 因为故事的安行计划 实际侵权到牛尾的未公布项目 那些都是传闻而已 你们媒体应该最清楚了 你们记住 在市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非常看好顾氏的安行计划 你我也会全力支持 连临世纪创新的项目 肯定前途不亮了 不过 如果想想做个分子的话 一定要将会部罢 明月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那玩花样 顾总才是高手吧 既然失败了 体面了一场不好啊 你这个样子 不会搞得你自己很难堪吗 最终的结果都还没出来 顾总就宣布自己是胜利者 周围绵也太早了 难不成 你还有什么 可以立马过来的方法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 况且 即使牛尾败了 也是光明磊落 而你 只不过是巧立明目 更名唤醒而已 抢先发布本属于 牛尾的灵霄企划 就连关键技术的合作方 都一模一样 抢在牛尾技术发布之前 做这些事情 顾总的确考虑周全 保持微笑 这么多媒体拍着呢 很好 放心 只要有和我合作的臆想 大半人会相信你的故事 抢 这个词更适合林总你了 别以为没什么事 就 Sug院员抢不走的 如果当初我 先对安心表达心意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提安心 如果你觉得安心对你的拒绝 是因为你晚来了一步多 那你也太无法安心了 你根本就不配拥有的 从今天开始 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 我都不会因为迟来一步白眼 属于我的 我会一遍 一遍打回来 那你得加快速度吧 否则 接下来的一切 你不一定能承受得及 奉陪到你啊 谢谢 刘总 却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当初您跟我提案这个 5G加5流仓的时候 您好像没跟我说 这是新预计的项目 林总 您为什么不直接跟媒体说 故事偷漏我们的计划呢 我们还没有宣布过这个计划 官司会很难打 故事还没有进入融资 就算做出了它侵权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 那看来您是已经知道 该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打击了 您还记得负责 林霄计划高频段通信技术的 选费科技吗 记得 当时我们想出高价 购买他们的技术 但是一直都没有探脱 没错 他之所以一直不肯把技术卖给我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买 他是一个把自己技术产权 看得很重的人 绝对不会卖给任何人 所以 故事不可能这么快地说服对方 并且启动方案 除非 顾安生不知道这项技术属于雪飞 对 刘总想要在短时间内 组成安心计划 就一定要向顾安生 隐瞒雪飞的情况 林玥 威胁不了我们 你只需要去迎接将来 后的回报就好了嘛 我们顾氏集团 只不过想稳求发展 不想四处树敌 更不想引火收身啊 顾总 我保证 顾氏集团一定是最大的赢家 现在牛卫出面支持 肯定会引起雪飞于关注 雪飞用专利去起诉顾氏集团 说他们盗取商业机密 对 到那时候 到那时候 故事不想被做空都能了 与其人之道还持其人之身 我只是不想再让他 有还手的机会 顾总 电商峰会后呢 我们收到了很多 投资商的恰恰印象 他们都希望和我们合作 这么快 他们都是看到了 安行计划的前进 好 你也安排一下吧 我亲自捡 好的 说完 你还不过 咱们 如果 就把 앞 起来 小鈴 我 要 不要 你 喂 胡总 不好了 安心计划中的一项技术设计听权 昨晚相关的公司已经发起了诉讼 而且今早媒体的报道已经出来了 网上还出现了相关的铁证 感觉是一个有预谋的连锁行为 技术侵权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按照计划推行不应该出问题才对啊 刘总现在在哪儿 我们一直联系不到他 投资人在会议室闹着要撤资 可是这笔钱已经投入生产了 现在怎么办啊 等我到了再说吧 我现在就来 凭借安心计划一日风光的故事计划 今天因技术设计造假 故事跌停 并因接连爆出欺诈消费者 莫远把关漏洞 质量和安全隐藏问题嵌入危机 顾总 与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数 安心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取 还指控故事集团 表现他们的创意 你可以回答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 故事集团的股价 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产生了 大幅度的缩水 这是否意味着故事集团 将从这次的危机中难以抽身呢 那投资者投入的那些钱怎么办呢 是啊 顾总 顾总 你回答一下 顾总 故事集团 故事集团有刷律师函吗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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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来一下 顾总 这次集团人家要如何面对 我哥呢 媒体集团跟投资方 多为在公司门口 要求顾总给上他们的投资 现在顾总只能住在酒店里 没办法公开露面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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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总 顾总 顾总 顾唤顾总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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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热肉 喂 pack 如何 还有一个 acial 热灭 你没带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当然有事 故事故事跌停 怎么 这么大的事情 你跟连悦天天在一起 你要假装不知道 连悦她最近很忙 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她 什么个情况 因为出手彻底打击故事 我哥现在身受重创 每天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连家都不能回 故事也快完了 怎么样 开心了吗 你的复仇目的达到了 你满意了吗 什么叫复仇目的 这件事情我说过了 我不知道 你少装好人吗 如果不是你 我哥会和林月 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如果不是你拒绝我哥 他会拼死拼活地 去和林月竞争吗 这全部的一切 都是拜你所赐啊 顾安心我奋劝你一句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感情 而影响两家企业 故事一夜之间 蒸发了多少失职 多少人的努力和汗水 全部付诸东流 你不配 你不配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500元通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500元通 哥 你怎么样了 看到以后给我回电话 现在怎么办 故事集团的人追得我到处跑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老板让你出去避避风头 当初不是说这是一块大蛋糕吗 怎么搞成这样 的确是块大蛋糕 但是也要慢慢吃才不会被噎着 刘总 你太心急了 老板 下一步怎么办 本来想利用顾安生托诺位下水 没想到这林月不上当 反而将故事集团搞垮了 但也不算是毫无说话 你不要放松 继续听见 明白 让 回来了 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没怎么回家 你不会怪我吧 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 公司有什么事情吗 还行吧 差不多都忙完了 那你的林霄计划呢 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进展还算顺利 没了 怎么了 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 顾馨儿来找我了 要不是因为她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巧 这是商场上常舞的竞争 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可是你可以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担心吗 我可以为你担心啊 我愿意为你担心啊 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 你的困难 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 那我是你的什么 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 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 我怎么能不在意啊 对于你现在质问我 对于你开始坦固她 我怎么能无在意啊 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 是她来先惹我的 林月 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凭我跟她认识相处这么多年 是 你们相处这么多年 是 是我比不了 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她 难道不是吗 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心疼她吗 如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 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 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你要这么想 我无话可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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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呀 就是赤裸裸地秀恩爱 秀什么恩爱啊 她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吵架了 没吵架 只是她太忙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医院的资料档 玛丽亚第一院 我当时实习的第一家医院 后来我走了之后 留下了很多文件夹 你问这干嘛 就是很多年前 我的亲子鉴定 是这个医院做的 但是我觉得鉴定有问题 鉴定有问题 怎么可能 你说说看 哪个无量医生 看看我认不认识 我之前的时候还真的打听过 是血液科的专家 血液科的专家 不会是姜涛吧 对 就是姜涛 是姜涛 那不可能啊 她是我最优秀的专业导师 和人生导师 从业三十年经验丰富 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或者说你记错了 我其实也是在想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虽然过去的事情 是应该放下了 但是我妈妈 还是因为这个离开了 所以我还是想搞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把具体信息 和当时检测的具体识 就这样告诉我 我去给你替老师问 可以吗 可以 这个事情真的对我很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谢谢你 行 我有结果的话 我们打电话 姜姐 小肖 再见 再来看姜医生啊 那个姜医生查房去了 你去办公室坐一会儿吧 行 帮我先去了 去吧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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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替旁问诊 然后顺路给您带的好吃 算你有良心 知道我好这一口 哎呀 老师 您之前是不是一直都在 在玛丽亚第一员工作呀 是啊 只不过在那儿 不是遇上你小子了吧 当年那批实习生 你是最有天赋的 也是最肯吃苦的人 都是您教得好 老师 我今天的受人之托 有些事想要问你 你说 我有一个朋友 叫顾安心 他之前呢 在您这儿 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但是他觉得搞错了 所以想问您 有没有什么印象 顾安心 对 一般的来说 如果有什么 那 误诊的情况呀 我都会做记录 顾安心 好像没什么印象 那 那您要是 想起来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因为这个事 对他来说 很重要 好的 那 老师我先走了 我去 你粉丝都破万了 是什么让我这个 经纪人上场啊 只要是多败 这个就是漫画的魅力 我看这是 贤内主的魅力 他可不这么觉得 你俩还吵架呢 你俩还吵架呢 萧医生 上次 你说DNA鉴定的事 我继续跟进了一下 发现了一些疑问 雨果 是你当初受伤的同学吗 对 他叫雨果 这是什么意思啊 雨果的受伤原因 难道不是因为高处坠落吗 有一部分外伤原因 但是 导致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在血液中 检测到了阿普作伦 才导致患者手臂 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损伤 那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的老师江道 窗开了雨果的病理报告 好 我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我也想不明白 所以我找到这份 病理报告的时候 我就偷偷去了 我老师的办公室 他有为患者录音的习惯 找到了这份 关于雨果病理报告的 录音文件 你 江医生 遗活的事情 你必须帮我 不行 伪造孤安心亲自 建议的事情 你也有份 那是你逼我的 归根结底 是你的失职 报告的话 莫莫你是知道的 只要你帮我这一次 孤安心的事情 我会让他 湿沉大喊 你 杨洪 都是你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你妈妈是我的好朋友 你现在这样 我也有责任 你责过我很正常 杨洪当时和江涛老师 一起在学业科任职 她知道 江涛老师是你亲自 鉴定负责人 她就偷偷地 把血液样本掉了包 就是那一份 有问题的亲自鉴定 我妈妈最后 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杨洪的父亲 是江涛的导师 当时雨果出世的时候 正好赶上江涛老师 升任副主任医师 杨洪就拿着 当年亲自鉴定的过错 和升职的事情 一起来要挟她 江涛就篡改了 雨果的病理报告 把她残疾的原因 全推到楼梯的事故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太太 安欣小姐找您 安欣来了 你让她进来吧 好 安欣来了 好久不见了 阿姨都想你了 快进来坐吧 好 洪一 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主要是想向您来 求证几个事情 什么事 当年的江医生 你记得吗 江医生我很早就认识了 但是很久没联系了 他当年给我做的 DNA检测报告 出了问题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检测报告有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相信我妈妈 她不会做对不起爸爸的事 但如果检测报告是错的话 就说明肯定是有人 伪造了鉴定报告 或者是 调换了宋姐的血液样本 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安心啊 听阿姨一句劝 谁没有年轻过 谁没有犯过错 是啊 上一辈人的事情 为何要纠缠到我们这辈呢 你爸爸就是嘴巴倦 他心里可惦着你了 自从你妈妈去世之后 我跟他都希望把你当成 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把什么好的都给你 希望你过得好 红衣 这些年你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包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 馨儿在学校对我的好 我也都记得 对了 红衣 你还记得余果吗 没什么印象 他是谁啊 当年发生事故的人 我的同学 自从上一次 他出现在顾家宴会之后 又消失 我就找了当年的同学 做了一些调查 有的同学在手机里 找到了视频证据 可以证明我与当年的 那场事故 没有关系 有了新的证据 固然是好的 有了新的证据 固然是好的 在手我一直相信 当时是无心之过 不过 这些事情也过去太久了 你别总揪着不放 凡事都要向前看吧 过去的事情都弄不明白 怎么向前看 啊 阿 阿姨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你现在跟林月发展得挺不错的 当然你跟林月谈恋爱是你们自己的自由 我们无权干涉 不过 看在你跟馨儿 青童姐妹的份上 能不能不要太为难她 当然 你有什么事 我还是会帮忙的 阿姨还是很喜欢你的 还是会帮你的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不容易 阿姨 您放心好了 我跟林月会好好的 apped 从 雨中相遇 那 天 说起 零食一段 回已的 痕迹 缘分力气 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 心突然乱了频率 借优异的手拥抱你 明明越来越在意 抛幸福的肩币 反正都是你 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 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 找寻回到你身边的笔址 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 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 也还不够表述你的名字 我们的故事只有彼此 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 用爱轻轻转动 打开一生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